行政長官何可華表示 政府在短期內將會推出措施 協助弱勢社群和低收入階層舒緩通脹壓力 梁安琪報導 行政長官何可華出席街總新春酒會時說 政府短期內將會推出措施 協助弱勢社群以及低收入階層舒緩通脹壓力 協助弱勢社群和低收入階層舒緩通脹壓力 何可華又說 政府將加大力度優化各項社區建設及生活環境 有效降低市民的生活成本 間接抑制通脹的消極影響 而經濟財政司司長坦白言說 有關短期措施主要是緩解通脹帶來的壓力 好像物價和租金上升等方面 幫助弱勢家庭舒緩租金和住屋成本開支 不過他就沒有透露政府打算撥多少錢在有關方面 我想這個當然我們會在幾項措施推出之後 就會在這方面再將一個評估 現在初步我只可以說 澳門說在現在政府的財政能力範圍能夠容許之下 政府是會盡量協助澳門的居民、澳門市民 度過高通脹這方面的難關 他說有關措施正準備具體落實工作 務求盡快推出 澳門電視台記者梁安奇